奔驰总算开窍 以下这款一级车型大幅降价 居然一口气暴跌了16万 这对于同级别的宝马武器和奥迪A6来说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同时它强劲的动力 三样出色的行车质感 以及宽敞的空间 高颜值的外观 豪华的内饰 都让我们消费的对这款车蠢蠢欲动 现在入手确实很划算 华杆方面不仅能够让你眼前一亮 同时整个前脸看起来还非常的壮重大气 特别是宽大的进气格山 旁边的融合了独到而细腻的日行灯 再加隐气格上面三叉星辉标 更是显得格外耀眼 整个前脸流露出了豪华与高贵的气质 相比上一代的大年鱼好看的太多了 甚至有点S的影子 车身的腰线流畅优雅 宛如一位穿着晚礼服的舞者 在灯光下翩翩起舞 容骨也采用了非常时尚的造型 内部灯组呈现出奔驰标志 三大星辉形状 晚上行驶也是有着非常高的辨识度 等车到外观方面的设计非常的运动 同时开出去更是有种一览中山小的感觉 为什么卖的好呢 就是因为它长得像奔驰S 官方指导价449-599800 综合优惠达到了1607 入门几百美已经跌至33039能够拿下 在绝对的品牌和价格面前 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虽然奔驰没有什么性价比可言 但是跌到这个地步确实要比奥迪A6宝马57更合适 无论你是开着管车出去谈业务 还是家庭自用 它都非常的合� 而且后期的保值率还非常高 即便是卖了也赔不了什么钱 入手之后 它是绝对能够让你的钱花得很值 动力层面搭带了2.0T3及匹配9AT变子箱 即便是入门级版本马力也能够达到204匹 高功率版本更是能够达到258匹 在驾驶的加速过程中 油门极其灵敏且响应快速 变子箱更是能够精准捕捉驾驶者的每一步意图 实现无缝的动力衔接 购买的手感也是比较适宜 转向助力也是比较适中 无论是在市区 穿梭和长途出行 都能够感受到行云流水般的顺畅与惬意 在家底半方面才能够独立想家以及后驱的布局 从事过程中根本就不会出现那种晃晃悦悦悦的感觉 而且整个速度起来之后 车身非常的沉稳 即便是高速行驶过弯的时候 车身侧行意识的还非常好 在驾驶感受调教这方面 本池依然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 差弹达到了5米092 手距达到了3米094 作为一款行政级轿车在空间方面自然是不在话下 不论是前排还是后排 头部或者是腿部 都是不会出现压抑感和局促感 而且作业的舒适性还非常好 这都确保了驾驶者的舒适性 车内的设计更是巧妙地融入了丰富的储物空间 弹包手机都有地方存放 后备箱的容积还非常大 即便是放三个行李箱也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还配备了电动尾门 让你取拿更加的优雅 在内饰方面可以说是豪华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无论是材质还是公寓 再或者是整体的设计 都能够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极致的豪华与精细 再加上环绕式的空调 出风口贯穿了整个前面 和游艇的设计是一模一样 同时调节的金属开关声音很清脆 质感也很到位 门板上的金属盖板设计的也很漂亮 外壳的工艺看着也很精致 这都让整个内饰看起来更加的上档次 再加IOR2级别增驾驶 全速自适应巡航 载道偏离预警 主动安全系统 漆客气囊 被动行人保护 采防碰装预警 自动摩车入位 并线辅助等功能 更使能够满足你行车过程的便捷性 同时 和IOR2线辉封围灯 能够让你在夜晚行驶 氛围更棒 现在这款车价格方面一降再降 你还会傻傻的考虑奥迪A6吗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